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放掌 我们昨天刚从上海回来 前天到我们牢上家乡 给他的祖父母 带一些东西去扫墓 念佛回向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 感应评汇篇节奥 第十三条 我们今天接下来第十四 有书经所在 做善将之百祥 做不善将之百样 师永上地见观 理在人事得失 春秋事件在前 报书以后 六经所在 经言感应之说 这一条 就是引用 书经所记载的 做善将之百祥 做不善将之百样 那么在 师永上地 静观 这个师经 这个永是歌永 师经 师可以永唱的 那么在 这个上面 也讲到 上帝 见观 监察的一事 那么理记 理 记载 人事的得失 那么 春秋 这个事件 在前 报书以后 这个六经 所记载的 都是讲感应 所以 这个引用 这个六经 那么再来 解释 这个感应篇 不但感应篇 讲感应 六经 多讲感应 都是讲感应 那么在 二十五时 这个历史的记载 都是讲感应 因果报应 这一桩事情 所以 无非 不是感应 那么 善有善报 二有恶报 那么这个是 自然的规律 就是这样的 也不是什么人去设定的 因果报应 法尔如是 那么春秋记载的 也都是这些人事 春秋记事 上书记言 又是记事 左是记言 就是 这叫春秋 记载这人事 得失 人 他怎么做法 他的思想 原理行为 他所做的 那么 做出来的事情 那么 对或者不对 就是根据 这个 实际上的事实 把它记载 那么上书记言 就是说 这个左死记言 这个言论 讲的话 都会被记录 那么 古代这个 用这个来 左死 右死 来 记事 现在像这个 录像 这个比 左死 右死 更详细 那个 做事 你看我们 立法院打架 那个录下来 比 那个 春秋 那个 就更具体 还可以重播 放出来看 那讲话 讲什么话 也都被录下来 那么 录下来这些 都变成 一个记录 那么记录呢 就是说 他这个人怎么做的 结果是怎么样 他怎么说的 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 一句话讲错了 那 招来很多的 这个 批评 所谓 一言先帮 一言上帮 所以 这些都是讲感应 所以 这条 以致讲 不但感应篇 讲感应 这个六经都讲感应 那么这个也是给 儒家 读书人 他们能够 儒跟道 能够融会贯同 就是避免 落于 门户之见 只要 道理讲的 一样 那谁讲的 哪一个 宗教讲的 都是可以 接受的 所谓 意义不意义 那我们要从这样来看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 无惠增长 伐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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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